台語優雅 台語漂亮 最好聽的是台語 阿正先生在報導 故事 歷史 讓你聽到最開心 歡迎收聽阿正先生的報導 我是當劉 我是阿正 是 阿正先生 我們頂著在講到這個 黏歌唱劇 我們在講到這個 是 火蝦和台湯 你很幸運 你很幸運做這句 沒有 手也正 腳也正 沒有 其實我覺得 那時候聽到朋友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反映不怪 反映不怪 那火如果閃到台湯和台湯有什麼關係 所以這很臭味 不是 我們唱出來就是火蝦 對啊 火蝦的頭 是不是找完那個藝術機了 對 因為我們唱的時候 所以一般人比較沒注意 是 所以今天阿正先生 還要跟我們講這個 黏歌唱劇的一個部分 我今天想要來 既然唱歌這麼重要的時候 我想要來介紹幾個東西 就是 叫做 傳統歌謠 跟創作歌謠 不用分 因為這有 有學問 有學問喔 因為他只說這個 傳統跟 不關坑林村口 聽我用病的 好 所以我們說 傳統 不是唱歌就變傳統 沒有 還是那個 不可考的叫傳統 所以這裡面 有一些小小的 区別 有一個定義 是 就是說我們用比較古鐵 好 這個歌謠裡面有傳統歌謠 跟這個 創作歌謠 創作歌謠 在我們台灣的這個土地 第一手 哪裡手 你說什麼印象 第一手喔 我記得最早期的 日本的 很多 這個歌謠 其實都日本的旋律 我們改造 台語的書 所以你說創作 聽黑黑嗎 打馬嘎 我會收到 只吃而已 所以現在 你很有需要 一些你可以釐清 是喔 好 一般說起來 我們台灣 我剛才不是說 我們的歌謠 我們這兩種 一種叫做 傳統歌謠 一種叫做 創作歌謠 傳統歌謠 有人說 叫做 創作歌謠 創作歌謠 有人叫做 流行歌謠 一般來說 流行歌謠也好 創作歌謠也好 一般的人都說 第一手 叫做 一種 一手 就是二手 第一手 一手 再發複作困 那種 一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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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929年有一首叫黑鳥行進曲 黑鳥行進曲 黑貓行進曲 對 日本人都說行進曲 行進 我們都說真行曲 對 所以這就是黑鳥行進曲 1929年 是 就是交和四年 交和四年 好 我們就由頭來講去 好 什麼叫湯頭瓜葉 什麼叫湯頭瓜葉 很簡單 傳統瓜葉就是 這個瓜葉 我們已經沒有了解 什麼人很痛 很少的我們也不知道 什麼人找出來我們也不知道 就是聽中部一直流下來 對 也不知道常常開始有的 這個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個稍微知道 來自什麼地方 喔 地方 對 這是來自行春的 這是來自嘉蘭冰原的 這是來自宜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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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老師這樣說 我就想到陳達那就是 就是算傳統的 對 對 是來自宜蘭的 對 我們說是來自宜蘭的 對 因為等一等的時候 他那個時代我們已經知道 這是 如果他自己想到 我們已經知道 是他 對 那就是算創作了 對 對 算他自己的 如果有經歷出來 我現在在說 就是傳統瓜謠 就是說 他的曲 他的書 跟什麼人唱的 年代都沒有了解 其實只知道 這差不多來自什麼地方 行春 嘉蘭冰原 還是 哪一家的地方 另外一個問題 我要問的就是 就是說 有這種 衝突瓜謠進場 台灣人這個土地 他在聽什麼 就是說 人家總是有五樓 工業進行的行動 都用考慮雙團 就 阿嬤 或是阿母 在騙孩子的時候 就這樣 這款的 對 但是到了 日本人在台灣的時候 一開始 傳出這個 工業的產品進來 所以 沒有創作過要進行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土地 比較 經濟比較好的人 他的五樓就是他聽了 北冠的唱片 那時候叫吸魂 有北冠 南冠 南痰 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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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寡 寡寡 寡 或是補寡 類似這種的 都在聽這種的 這種的是當然的 都沒有在說什麼 曲、鬚、唱都沒有 老師 我可以打個炒嗎 對 來 因為我生日的時候 有天要唱片 頭髮過度 那種有損 那種就沒有損 那種就損 對 所以簡單來說 他說團中高雄有一個特色 就是 他真的做這個土地的聲音 像這個土地的聲音 就說 這就是台灣美的 所以你如果說 你要去外國跟人說 你真的做台灣的特色的時候 這叫真正台灣的 我的手頭會過頭會聽 你知道意思嗎 我了解了解 這是真的 是 是 這就是 來自這個土地的自然三星的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都不知道 我們既既的時代好 這樣比較具體好嗎 好 譬如說 北部的天黑黑 好嗎 北部的天黑黑 譬如說宜蘭的 中中東 中中東 對 譬如說宜蘭的 有講講 有沒有聽過 沒有 十三十四點頭髮 要有講講 要有講講 老師 你怎麼到老幾首 你都知道 我看什麼 我看什麼 我看 譬如說 六月禪水 六月禪水 也沒聽過 六月禪水 這就是後來 直接叫我好QQ的 來自幾首 是 六月禪水 這是加藍兵圓的 譬如說 有雷歌 副歌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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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種的就是 他都像他元素的 那是後來 有的人 感覺這個雕像好聽 還重心牽絲 是 是 更有名的就是 行春的數相機 這就是像他 都差不多 這個傳統歌雕 所以傳統歌雕 定義 你 有種概念 有概念 當然我們的重點 不是要傳統歌雕 我們的重點就是放這個 流行歌雕 和創作歌雕 創作歌雕 不過我們剛才說到 其實以前有種 吸牌的 黑鳥行進去 是 不過一般的地方 我們沒有先進去 沒有先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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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因就是 一生有吸牌 也有知道什麼人唱的 不過他的歌詞 會來用 沒有咬 對 我們這部可以說 那個沒有咬的咬 沒有咬 就是 像一個黑鳥到黑鳥 在那邊爬 是 是 他那時候 比較沒有咬的 那些 你說的 那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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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 那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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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 那些 欸 製作 大 那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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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記得一瞬 表示這是小時候的記者 所以他就很高興 要照一瞬來講剛才那個定義 這個頭上去的記者 他的作曲叫做王芬芳 王芬芳有沒有聽到過 應該是不記得的 王芬芳是我們台南人 一般人不知道的人 我說一個你就知道 我們有一首歌叫寶破王 有 就是什麼 就是他作曲的 他算台灣早期的這個很興奮 王芬芳 那不是很興奮對不對 對 再來祝福的寶天嬤 這就有名了 這有名 這有名 我不知道你的有名跟我的有名 因為在香港有名 就是伊利圓兵北路 他開一間叫天嬤地嬤 天嬤地嬤就是1947年 所以二十八十間發生的地點 就是在天嬤地嬤的頭上 就是他寶天嬤 這兩個 認真我也有機會來講他 好 沒辦法 這兩個 就是叫做 當然是台灣 最受歡迎的 最受歡迎的 叫做扁書 對 扁書 這你也知道 天嬤地嬤 老師給天嬤地嬤解釋一下 反正有天嬤地嬤 我不知道扁書是誰 所以我令他要來講 令你來講 有有有有有很多內容 好 我先說結論好了 好 簡單來說他就是 他在擔任 電影極情解釋完 這個頭路 好 過了呢 很Q了嘛 很瘦了嘛 唱呢 孫孫 老青鄉 台灣第一台歌 台灣第一台歌手 歌手嘛 我們之前所有好聽的歌 都唱出來 孫孫 孫 這也是歌手好不好 是 好 什麼人唱片 古倫米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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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古倫米亞 是古倫米亞 古倫米亞 這是用台語來翻的 所以古倫米亞 台語叫做古倫米亞 古倫米亞 好 在當時 這個發行的就是 1932年 1932年 交給你 這樣是不是很安靜 是 有起墊 通常這種歌謠 都 都放不單步的 這個相約形容 不過他不是 為什麼為什麼 他出來 要來買就對了 還起墊 是 所以是不一樣的 其實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跳舞時代 跳舞時代的時候 就是幾年 跟孫孫都一樣 那種 可能時間 對 我們在後天才講 不然今天這集的內容就很多了 對 那個沾田馬 那個地方 變速那個地方 其實就 都有那個外面出來 這樣好 還是 不過我們要在下回帶分享 是 我是當年 我是阿晋 為你今天是阿晋生的報導 今天的節目今天到這裡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恩老廚再會 再會 拜拜 以上阿晋生的報導 有夠有電台 高雄分台製造 當風前到修主幹 當牛豬旗 倒下修天